而弗朗西斯他的突破也非常犀利 霍华德和凯隆凯脱两人都是61寸的这样的一个身高 所以在内线的基本上也能够站得住 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在明天上午的连做了两个动作 打了一时间 这一球真的是太快 刚刚来到球队 这几位球员互相之间对同伴的这个团球方式 而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们看比较多 其实他的这个所有的进攻 都是以突破为确实 就一定要有一个人高速的进去 对然后呢或者带出来 或者一 哦 分数多15多防守差 漂亮 人手一共才得了5分 如果阿布森第一个拿折的话呢 恐怕这次快攻就不会他一个人一手自编自导自己 可以自己的同伴也 我们进去最后被对手抢断 上去四 抢车 强一带维续 但是可怜我 跟对我感觉 因为死红教练 尽管死红教练 背肢下 好 头一致两分 看着摩托真的叫的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